大家好,我是五仔,何B 何守信,請大家按LIKE,支持我們廣播 近日回到香港 回到過年,見到他和大姐明合照 見到近方,白頭髮,但美了眼 樣子又不是很老,挺精神的 近方曝光 看到何守信有兩個舊愛 一個叫溫柳眉,另一個叫景代音 曾經和何守信有一手 溫柳眉當年分手罵過何守信這個人很濫情 懷疑當年何守信借他過招 不是真心喜歡他,但這麼多年後竟然轉口 轉口說何守信不是無情無疑之人 還是他因人,為什麼會這樣呢? 另外在Google我們看到很多人都想知道 他兒子的消息 究竟他兒子的真面目又是什麼人呢? 謝謝五仔,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一下何守信 因為原來法國在農曆年期間 看到何守信回來香港 最主要在2月17日 在大江明、林健明的社交平台裡面 看到何守信出現 其實近年大江明都已經過了退休生活 不過他閒事仍然會跟舊拍檔朋友 有聚會、合照 以前見到何守信在這裏 看見何守信保養得不錯 雖然他已經83歲 但這麼多年來都感覺到何守信的樣子 也不是怎樣變化 只是頭髮像銀糊枯髮一樣 也挺有型的 看見何守信是一個家裡的環境 不知道是誰的家 連大江明和他有六位的人士 看到有八送一湯 也不錯 何守信自2018年 主持完世鴿杯之後 正式離開香港的娛樂圈 所以這幾年都不是經常見到他 葡萄出現 所以這次難得見到現身 也引來不少網民留言 包括我們中年好聲音2的評判 周國鋒也有留言 他說 請待問候何必師傅 林健明也有回複周國鋒說 多謝祝福 你的中年好聲音 我每集都有看的 正 大家都新年好 最好笑的 有些網民問大江明說 當年你是不是何必其中一朵的小花 林健明在這裏笑 我也想是 可惜不是 我一陣子也會說一下 何守信當年的小花近況如何 先說一下留言 其中一名網民在這裏說 新春見到何必哥 仍然年輕有型 很開心 林健明也有父 在這裏說 是啊 加一旦去祖宿 一早就已經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50年不變 事實是 很多人因為年輕的時候 樣子已經很穩定 所以就算年紀大了 樣子也差不多 例如許顧文 你看到現在的許顧文 跟30歲的時候的許顧文的樣子也不是差太遠 然後還有網民在這裏問 搞笑的說 為什麼不見汪亞姐 林健明也很划算 你自己問一下佳英哥 麻煩 希望你平安回來 何守信其實是70年當時加入TVB 加入當年來 參與過TVB不少大宋節目 所以當時被譽為金牌師 不過何守信最出名都不是他的工作事情 是他的感情世界非常吸引 例如何守信當年取得影壇美人魚 歐家偉 他們是1973年結婚的 可惜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兩年 當年陳傳出 汪明傳介入了婚姻裏面 離婚後 歐家偉退出了幕前 移居美國生活 直到2020年 病世 歐家偉享年82歲 在80年代的時候 何邊跟汪明傳曾經相戀 兩人還一直被人視為 在當年的時候 是金銅玉女 何守信之後 也曾經說過 跟汪明傳 拍拖的情況是怎樣的 他就說他跟阿姐當年 沒有試過同居 由何必75年離婚之後 去到88年移民 何必一直維持獨居生活 其後移民到加拿大之後 跟阿姐這段感情維持了兩三年才結束 總數計算下去 其實跟阿姐也有相當長的時間 隨時十年都有 但當時何守信的感情世界很複雜 因為還有傳其他人跟他有關係 例如 70年代花彈 溫柳眉 一會兒我會詳細說一下 以及景代音 景代音也會提出一些 曾經傳出去的兩位 也曾經跟何守信拍拖 不過當年何守信跟溫柳眉 分手之後 溫柳眉試過公開場合 打鬧何守信一腳踏兩船 難愛 花心 難滾 搞到之後 何守信都自責自己當時 不懂怎樣處理一些 情變事件 最後去到1996年 才跟歌手陳麗絲結婚 何守信跟陳麗絲結婚之後 終於肯定回來了 有傳當時他們兩人先後移民去多倫多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何守信應該是1988年移民去多倫多 因為我記得當年讀書的時候 在那邊加拿大中文電視台 我都看到何守信已經在那裡做主持 在加拿大生活比較靜 人都見不得多 所以可能當年他們兩位 何守信跟陳麗絲 在加拿大多了相聚的時間 加上他們兩位都是藝人 有不少的共同話題 所以後來他們就開始拍拖 還在1996年結婚 何守信曾經說過 陳麗絲是他心命之中 最重要的女人 而他們兩人也曾經接受過 緋姐審殿下 有緣相聚的節目裏面做訪問 當時他們對於這段婚姻 兩個人就這樣說 他們說他們兩人有很多話題 以及科技令他們更方便很多 就算有時 例如何必在香港 都可以經常聊天 而當時陳麗絲覺得 其實沒有刻意改變 很隨意自在就可以跟何守信一起 何守信也說 其實兩個人一起就不需要忍耐 適當的樣子就已經可以 大家懂得互方遷咒 就可以相處在一起 剛才也說過 至2018年之後 何守信主持議員 在世界一般節目之後 正式離開香港娛樂圈 回到加拿大陪她老婆 剛才也說過 何守信除了她 兩段婚姻和汪明傳之外 中間還有其他大台小花 當年好像傳出和何必有關係 其中一位是景代音 他畢業於香港無線電視 第八期的藝員訓練班 對景代音最有印象的演出 那一套就是綠鼎記 當年他演出梁朝偉的版本綠鼎記 做刁蠻公主 建玲公主 很有印象 說實話 景代音最初在大台 長壽節目 寬樂今宵擔任主持 當年 景代音連廖安麗和斥美珍 被稱為寬樂三小花 當年 景代音有可能出速茅廬 經驗上淺 所以當時獲得 金牌師爺何守信特別呵護 還顧輸一些主持方面的心得 令到當時 其實三位小花對何守信 都非常之尊重 稱他為何邊師傅 而他們三小花的性格之中 廖安麗和斥美珍的性格是比較硬朗的 沒有那麼容易受為欺負 以我都知道 聽過苗喬偉說 太太斥美珍 不是那麼容易被人欺負得到的 相反 景代音的性格比較溫馴 很容易被人欺負 所以當時被一向數有 紳士風道之稱的何守信 這個是報道說的 所以我照說 你認不認同何守信是否紳士風道一件事 但是報道也是 平時聽聽何B 何守信師傅那些 談吐說話 是有紳士風道的 當時雖然對廖安麗和斥美珍都很照顧 但是表面去看的話 誰都知道 何守信對阿景代音是特別關愛的 所以當年已經傳出 何守信和阿景代音 有私途之戀 所以當時這個緋聞被傳出之後 都被受圈內外的人關注 究竟這段情願是彈回一演 還是最後他們有在一起開花結果呢 老實說 這麼多年來 香港的媒體都試過 可不可以在警代音身上查明真相 因為你問何比他一定說不是的 有人警代音有時候會回答一下 究竟這個緋聞是真還是假呢 當時只知道一件事就是 這個緋聞傳出沒多久之後 警代音就突然被調離了孤狼今宵 接著之後再相較一段時間 有傳警代音 嫁給他現任丈夫楊見恩 分後兩人還舉家移民 從此警代音就絕跡了娛樂圈 全心全意做他的家庭主婦 負責相夫教子 當年警代音除了我剛才說 那套陸鼎記有演出之外 另外雪山飛湖 陸小鳳之外奉武九天也有演出 有可能他的外型也挺適合演一些古裝的角色 另外還曾經出過一些個人唱片 在80年代後期 他淡出了電視圈之後 在90年代初的時候 曾經為過清新收刊寫專欄 早幾年在警代音52歲的時候 曾經傳聞他的好朋友金廣誠 熱情打動他 希望遊說他 復出參演一些電視劇 所以當時也見過 警代音在大眾媒體上出現 當時媒體還說 雖然他淡出幕前多年 但仍然聲味甚濃 果然是天生麗質 老實說 當年有一段時間大台都試過敵捧他的 他的古裝扮相 絕對不會比當年 用美齡 或是藍結英 劉嘉玲 斥美真 不會差過他們 和他們不相伯仲 但有時候 命運的事情很難說 例如何首信另一位紅顏知己 70年代花彈 溫柳薇 當年傳出過他和何首信的戀情 人稱之為柳姐 在大堂也拍過不少劇集 當年他拍單元劇《民間傳奇》 適應葉小善而走紅 本來事業發展也算不錯 怎料在1979年時 遇上一場車禍 頭部被壯志爆裂 雖然後來搶救後 保轉生命 但留下一些後遺症 所以後來他也要告別演藝圈 雖然最後柳姐沒有結婚 但當年他在大堂的時候 也不是追求者 所以 他和何首信那段情 那段時間傳出來都頗軍動 只是當時他就說 他沒有辦法 可以留得住何首信的心 以至最後都要分手 當時他罵得非常不愉快 還在媒體面前公開過 露罵何首信 一腳踏兩船 花心的渣男 迫何首信當時不得不在訪問之中道歉 還承認自己處理感情事件不夠成熟 無意中傷害了他 所以當時何首信說 對方怎麼說他 怎麼罵他都可以 轉眼 他們兩位都分開了幾十年 看回這段舊情 有人問過柳姐是否因為車禍而分手 柳姐其實就說 他們當時兩人不是因為車禍而遇上分手事件 是沒有車禍之前 他們已經分手了 他和何首信分手後 還談過兩段感情 但疑於因為他的公眾身份 所以一直沒有公開 造成媒體一直對何首信一些誤解 他還說當時何首信 看到有困難的時候 也有伸出過援手 他說何必絕對不是一位無情無意之人 而當年的意外發生之後 光光他當時和大台的合約也即將到期 所以令到當時他在病床的他 怎麼可能回到電視台拍攝的做主持呢 當時他亦只可以應命 他覺得大台肯定不會再和他續約 誰知道那段時間何首信就打電話給他 說電視台某個高層電聯過自己 還表示公司會和柳姐續約一年 當時的薪金還說不變 這件事令他非常意外 又感動 其實柳姐當年和何首信分手的薩娜 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因為當時他懷疑自己 其實被何首信借來過招 因為還沒有和他一起之前 何首信已經被傳 和某位阿姐人馬有些感情瓜葛 當時只是借他幫自己洗白 這是柳姐當年懷疑何首信當時 是有這樣的舉動 所以那時候柳姐在衝動之下 曾經對過何首信說 如果你真的喜歡別人 一定要坦白跟他說出來 他可以配合他去繼續演戲 但他一定要知道真相 轉眼現在都試過景遷了 柳姐現在都說 一早都忘記對方當時怎樣回答他 去年2023年10月的時候 竟然在一些朋友聚會出現 當時的狀態也算不錯 只是肥了一點點 因為老實說 當年遇上那場車禍也挺嚴重的 因為當時先後進行了六次頭部手術 以及兩次的眼部手術 所以那場車禍可以說改變了一生 其實當年他退出了娛樂圈之後 暫時也有些聚會 尤其是ERT聚會 當年琴姐還在世的時候 他也有出現 去年他出現的飯局 其實當時是 資深傳媒人汪萬寧 貼照在社交平台上 當時除了他之外 還有徐史明夫婦 有李隆基和他旁邊的位置 當時那張笑片裡面 見到柳姐一身粉紅色連身打扮 雖然也75歲 但看來比他實際年齡更年輕 皮膚也算是白 精神狀態算不錯 老實說當年他雖然遇上車禍 就保住他的性命 除了留了一些後遺症之外 還有因為當時的手術費也挺貴的 令他有一段時間陷入了經濟危機 還在2003年申請了破產 所以一場車禍令他失去了健康、美貌 甚至事業和愛情都斷送了 曾經有一個訪問 訪問柳姐說 車禍令他至今還有陰影 所以他比較喜歡坐港鐵、巴士 感覺安全感比較大 剛才也說過 雖然他遇到這個不幸 但沒有遠天游人 他自己說 他也算是曾經漂亮過的 那還不滿足? 有些人出生就有缺陷 那些就更不幸 只要有時候想回一些東西 好過你的人當然有 但不好過你的人 其實有人更多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你自己接受得到就可以 柳姐還說 唉 他又很有錢 變得很窮 現在回望看過去 現在一日起到新 他也感謝了 他覺得有一天就多一天 上天給時間 給他享受生命 而不是叫他繼續怨天怨地 所以他也很開心地過每一天 柳姐說他現在都很喜歡一個人 覺得獨行俠就不會悶 柳姐現在性格這麼開通 他就應該放下了何首信那段感情很久 因為生命 你知道嗎? 這條命仔最重要 是啊 當這條命仔差一點都沒有的話 感情事件算得什麼呢? 不過說實話 有關何首信的消息 其實人們現在最關心就是 近來何首信的近況 其次 如果你網上去Google搜尋 最多人找到何首信有關的消息 就是竟然是他的兒子 因為網上經常傳 何首信是有兒子的 還見過何首信有出現過兒子的大學畢業 但這件事其實傳了很多年 其實之前那些片都講過 所以這次我其實沒有詳細去講這件事 但都可以講述一點點 最主要為什麼那些人經常說 何首信有兒子呢? 主要何首信本身呢? 早幾年那時發現過 他和那一名年輕人呢? 在他大學畢業的時候 何首信有出現 但事實呢 那名年輕人呢? 就是高浩正啊 高浩正呢? 都已經不年輕了 為什麼早幾年那時才傳出 一張大學畢業相 何首信有過來呢? 最主要就是其實那張是劇照來的 是何首信和高浩正在拍劇 那張劇照來的 所以很厲害 一張劇照也令人 疑惑了這麼多年 何首信是不是有兒子呢? 只能說有時候你真的猜不到 好像 柳正所說 當年何B 何首信 又一腳踏兩船 濫愛花心 爛滾 所以外面的人一直不相信何首信 是不可能沒有兒子的 只是藏起來了 怎麼可能 一個四處流程的男人 怎麼會沒有兒子呢? 究竟真是何首信收得這麼近? 還是上天有時候 就是天然龍人 就是這樣 要作論他 因為沒有說過何首信說 不喜歡兒子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命運就是 他得到一些很好的名譽 地位 名氣 金錢 偏偏一些平常人有的東西 他反而沒有 只能說上天有時候 人生就是 這麼平均分配 歡迎大家留言 都說一說 怎麼看何首信的情況 或者知道何首信 我們不知道的消息 都可以留言說一說 好 今天娛樂圈新聞 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